突然意识到一点 王一博真正的世界就是在舞台上面 虽然他也主持 他也演戏 他有很多的事情去做 可是你发现他在舞台上的那一刻 在舞台上所展现出来的那种魅力 是无人可惜的 也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 会喜欢王一博的很大的一部分的原因 虽然也有很多是从电视剧啊 从其他地方认识到他 可是当你看到这个舞台的时候 你会有一个感觉 这个舞台是属于他的 他站在这个舞台上的时候 他就是王者 他就是一种王者的身份站在这个舞台上面 所以网上有一篇文章写的也挺有趣的 说王一博活生生的把 岳华十二周年的演唱会 变成了个人演唱会 也不是没有什么道理的 所以我今天就想和大家来聊一聊 为什么他的舞台如此刹裂 为什么其他人做不到 在舞台上面 有这种感觉 让所有的观众看完以后 你的目光啊 我觉得中文字挺好的 你的目光不是盯上去或什么 是被他的那个画面夺走的 就像那个夺门而出 你知道吧 眼泪夺筐而出的那种感觉 是被那个画面夺走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在 首先一点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有很多的那些艺人呢 他知道他在舞台上面 他需要展现的魅力 所以呢他可能一味的在那边做一些动作啊 或者是觉得说这样子的姿势比较帅 这样子的角度比较帅啊 这样子的动作 大家看起来比较酷一点 可是这么做的人却没有达到像王一博在舞台上的效果 为什么呢 因为王一博在内心的世界里面 他想的就是那个音乐 想的就是那个舞蹈 他想的就是把音乐和舞蹈中所展现出来的作品中 所需要表达的内容去表达出来 而不是说我在舞台上面 我觉得这个动作比较酷 我做这样的动作 虽然他做出了很多动作 很酷很帅 看完以后 哇这个动作实在是太厉害了 可是是因为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内心世界的一个支撑 他做这样子的动作才会好看 他其实做其他的动作也会一样好看 所以这个呢 我觉得也是我在和很多的这个偶像成员在聊天的过程中 看他们在训练的过程中所犯的一个问题 这个真的是王一博的好好的给他们上一课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那第二点是什么呢 那就是基本功了 就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内心世界 你很丰富了 你知道舞蹈要表达什么 你知道音乐要表达什么 你知道在这个时候 整个情绪应该怎么样 但是你唱功不够 你的舞蹈功底不够 你能表达出来吗 一样表达不出来的 所以这样子的基本功是没有办法的 硬生生的就是在下面要刻苦的训练 那第三点呢 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享受舞台 所以我一开始为什么说 我觉得舞台是真正属于王一博的世界 一个人想要成功 想要获得别人对你的肯定 你一定要找到自己的世界 你的世界是什么 你的世界是你最喜欢 待在其中你是最享受 并且你可以驾驭他 这样子的世界才是属于你的世界 我们看到王一博 真的当他在唱歌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跟变了一个人一样 主持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话来说 演戏呢 当然他在各种角色当中也挺好的 但是总是不像他在舞台上面 能够能把自己内心里面 那么多的东西表达出来 所以我常常跟别人说 我觉得王一博的外貌 颜值非常的帅 可是他内心的颜值 他内心想要表达的东西 那要比他外貌的颜值 要高很多倍 这是绝对的一件事情 所以享受舞台这件事情 是没有办法的 是你必须找到自己的世界 而你的世界就在舞台上面 你才能够享受这个舞台 所以这也像我们之前说的 那些好朋友 他们在舞台上面 觉得做这样的动作好 高音应该这样唱的好 当你这么想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不再享受这个舞台了 我们在舞台上面 只是为了不要犯错 不要有毛病出来 就像老师在点评一样 点评你这个好 那个好 其实想 我曾经跟很多好朋友说 我说真的点评是什么样子 真的好的舞台是什么样子 就评委 听完之后 就傻在那了 在那了 没话可说了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点评 我只想享受这一刻 因为你的世界 你享受到了 并且你可以驾驭这样子的享受的世界 也让观众享受到了 那评委也是观众之一 评委一定会被享受到 所以这个 的确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这就是他的世界 他享受他的世界 最后一点 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必须要有这样子的天赋 我记得大张伟说了一句话 虽然我以前看他说话 总是找梗了 但是我觉得有一句话 说的挺有意思的 他就说 人之所以要努力 就是要看 我努力过后 我才能发现自己有没有天赋 我觉得这句话是真的 艺术这个东西和其他东西 真的完全不一样 没有天赋 你什么都做不到 天赋是什么 天赋 我觉得我可以用一句很精确的话来回答 就是所有用文字 或者是说用理论来总结的那些东西 只是为了把你天赋里面有的 能够被言语所描绘的那些东西 总结出来的那些东西 这是用语言表达出来的理论的东西 而天赋就是你不需要去表达的 你自然而然就会这些东西 这就是天赋 没有办法的事情